我小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 然后 还有我们就以前和 他说 他说你爱情 他说你是要养她 还是一个女孩子 当时以后他不相信你 那个时候我才会罪 我在男后 听他们在讲 然后我就在里哭 但是我没说 后来 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很变和我的生日父母说 妈妈为什么要把我抛起 就说如果你不要我 你就不要养 眼前这个哭着讲述自己身世的女孩 叫赵丽颖 小颖今年高考 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她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这原本是高兴的事 为何小颖哭得这么伤心呢 这一切都要从她的身世说起 原来小颖不是赵志国的亲生女儿 当年赵家夫妇 婚后一直没有小孩 就想领养一个孩子 在亲戚的介绍下 抱养了小颖 这些年 赵家夫妇带小颖视如己出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在高考结束后 女儿就很少回来了 赵志国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 从亲戚那里得知 小颖偷偷地和亲生父母相认了 这些天 她一直住在城里亲生父母家里 得知这个情况 后赵志国心如刀脚 我那个时候没生孩子 对 是怎么到你家来的 是我的亲戚 人家说那个小孩是被抛弃的时候 从学校里去带走了 他放假的时候 我又不知道他去哪里 我去台湾上打电话 就找 赵志国说 女儿很有读书的天赋 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很好 年年都是班上第一名 得了一堆的奖状 说到这里 赵家妈妈忍不住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自己辛辛苦苦养了18年的女儿 就这样抛弃了自己 赵志国说他们是农民 靠种地为生 闲时出门打点伞工维持生计 而小颖的亲生父母是城里的有钱人 现在小颖瞒着自己 偷偷和亲生父母相认了 她觉得小颖是看中亲生父母的经济条件 才离开他们的 女儿是这样 她老时候都听到别人 比业性对的 我也不 不喜欢她的 她反正是这个样子 我这不留来 就不说 我觉得留不住她 她心里的那边 为什么 就是说 因为那边 她们加钱好 求钱好 我反正同学 这个是有害 这个成因 就是这样 赵家邻居对小颖的做法 也看不下去了 他们说小颖不懂感恩 虽然赵志国不是小颖亲生的父亲 但这些年 从来没有亏待过她 为了让小颖读书 赵志国甚至让亲生的女儿辍学了 那么 小颖和她的亲生父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赵志国 带着记者来到小颖亲生父母的家里 一探究竟 小颖亲生父母住在市中心 家里房子很大 现代化的装修 比赵志国村里的土房子要好上一百倍 此时小颖的生父唐向华 正在给小颖办升学宴 来了很多亲朋好友 家里很热闹 赵志国很生气 唐向华看到小颖的养父也很意外 小颖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 此时的气氛很紧张 这样说 你能给你告一下 你一说也可以 是吧 你一说 你一办水局里 肯厌胡我同意的 对不对 你不同意办这个酒席 为什么呢 对 你这说是道理的 大师你说这个酒席的话 你也要说得过去 人家父母相应 也是一种庆祝 你说是不是 如果说不办酒席 我们在这儿不办酒席的话 这位女儿是心里的 怎么行 我们也接着是机会 亲近什么相聚一下 唐向华表示 今天办酒席 是为了庆祝小颖考上大学 分离十几年的女儿回来了 他们也想好好聚一下 但赵志国说小颖是自己养大的 即使要办升学宴 也应该他们来办 唐向华没有资格为小颖办升学宴 今天是我的女儿 他到底是 赵志国认为唐向华这样做 就是想抢走小颖 自从小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 就很少回赵家了 还要转户口 赵志国觉得 小颖的这一系列的行为 都是因为看到亲生父母家 比自己经济条件好 他想抛弃贫穷的赵家 这些年对小颖的养育之恩 他都忘记了 简直就是个白眼狼 小颖解释说 并不是要把户口转到唐家 是要上大学 户籍要跟着学籍走 此时的赵志国 根本听不进小颖的话 他觉得既然小颖偷偷地认亲生父母了 那就是想和他们断绝关系 那唐家怎么说 也要把这些年的抚养费给他 他在本人来度长18年 要行的时候补对不对 后来大时候他全加了百款 对不对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要补偿这个 这个补偿 这个是传续下的补偿 这个小颖 生自动生的 从小就成熟 就是他估计财言的时候 估计财言我们去年来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需要支出的 我们是为这个年龄的 我们是要自助一点 给他消灭的 消灭的我们给他高充的 但是这个小孩 愿意给他些 愿意是他的一个 但是我们支持 唐向华解释说 他们从来没有让小颖和赵家断绝关系 小颖考上了大学 他们是想帮孩子庆祝下 唐家公小颖上大学 也不是要抢走他 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表达对小颖的关爱 但赵志国不信他们的话 生气地离开了 小颖追到楼下 想要挽留赵志国 他知道养父从老家过来 到现在也没能吃上饭 想留养父一起吃庆祝宴 但赵志国心里充满了 对小颖和他亲生父母的怨恨 怎么都不同意留下吃饭 赵志国倔强地离开了 记者找到小颖的亲生父亲 想要了解当年 为什么要把小颖送出去 唐向华说小颖是第五个女儿 受那个年代的影响 他们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于是把小颖送了出去 当时他的心也如刀脚般的痛 想想现在还是很后悔 虽然小颖送人了 但他们一直暗地里 打听着小颖的一切 在得知小颖考上了大学 但养父家却没有能力 继续供他读书时 他果断决定要和小颖相认 并供他读大学 唐向华一再表示 和小颖相认 只是为了帮助小颖顺利地 完成学业 从来没想过 想要抢走女儿 没想到自己的一片好意 却被小颖的养父误会了 你小颖 哪里 哪里都小颖 说一个 父母来说 听一下父母事 妈一个父亲的父 至少当时 我只要三四天 三四夜 你水都没喝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你哪信 唐向华决定 和小颖一起上门 向赵志国求和 不要一见面 养父赵志国 就提出 让唐向华支付18年的抚养费 把小颖带走 以后两清了 大家都不要再见面 这些话 让唐向华有些意外 一时间 不知如何是好 女儿小颖解释说 亲生父亲唐向华之前 给养父打过电话 说要给赵家补偿 但唐向华说的补偿 并不是说用钱 买断这些年 赵家对小颖的养育之恩 只是想在经济上 给赵家一些帮助 毕竟之前为了供养小颖 赵家把家底都掏空了 所以打电话那些时候 有人给我说一说 不是说这个 看到人家说不是说这个补偿18年 你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她补偿18年 然后这个女儿就给她了 对啊 那怎么能这样呢 你说妈妈小孩 然后我就 她说还要我开了架 说这么话呢 是说补偿18年 就觉得爱嘛 就是以后 这个话你修得修 这个呀 你说 你跟起来的 打电话 这个话你就骂 小孩不是跟你骂 她都是个补偿 就是补偿 她这么多年来 对小孩的亏欠 对小孩的爱 太多亏欠了 养父赵志国 对这个说法不认同 她说 赵家经济情况 唐向华一直都知道 在小颖小的时候 得到一场大病 那时候因为没钱 给小颖治病 小颖差点没命了 那个时候 唐向华 怎么没来认亲 偏偏在女儿 刚考上大学的时候 出现了 这分明就是 看着孩子成才了 以后会有出息 才跑来跟自己抢女儿 小颖知道养父其实也是爱自己的 因为太爱自己了 所以害怕失去她 她偷偷和亲生父母相认 有错在先 中间又没能协调好双方关系 才让养父有了这样的想法 但不管小颖和亲生父亲怎么解释 赵志国都不愿原谅他们 她和唐向华只能尴尬地回去了 记者来到小颖亲生父母的家里 想了解小颖的真实想法 小颖向记者说道 其实她并不是 最近才知道自己 不是赵志国亲生的 在她读小学的时候 就从村民的咸言碎语里 对自己的身世就略知一二了 那时候她很恨自己的亲生父母 所以她一直很努力地读书 希望以后能够走出这个小山村 我是被收养的 很多时候有人家了 他们都在家了 然后我真的就说 有很多小孩了 都会说 老一孩子会去收养的 我成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嘛 然后我还有人说 很棒的时候 你甚至没家的人怎么骂你 就会骂我 有很多话 然后 所以我一直怎么也知道 这些事情都会有很多事情 青年人都在喘 而且 我小的时候 我们两个时候就知道了 然后 还有我们就以前 我问老师说 她说 她问你还姐 她说你收养她 还是一个女孩子 当你以后她不相信你 那个时候我才会醉 我才会醉 我听他们在讲 然后我就在留住 但是我没说什么 后来 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很悠悠 我跟亲生父母说 为什么要把我抛弃 就说 如果你不要我 你就不要养我 然后我再加上人家说 就是 他们生好几个 就说 只为了一个男孩子 然后说 我是第六个 那个时候 他们说 生了七个 然后我是第六个 把我扔 把我扔 你就是不要我 就为了一个男孩子 所以小的时候 我都会恨你 不管内心 对亲生父母 有多大的恨 再见到亲生父母的那一刻 所有的恨都化成了云烟 小颖心底 也是很想和亲生父母相认的 但自己又不知道 怎么和养父母说 同时又担心养父母受到伤害 所以才偷偷地和亲生父母相认 和亲生父母相认后 小颖了解了当年被抛弃的原因 她也接受了亲生父母对她的帮助 她知道 赵家父母为了供她读书很辛苦 她想 有了亲生父母的帮助 她上大学的开销 养父母就不用操心了 这样养父母的担子 也能减轻很多 但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行为却伤害到了他们 我孙孙爸爸的对话 都一直都是比较理性的 他一直都是为我说 为我的以后再考虑 而且我也想一想 就是我四年的学费 如果这样下来了 对话大概要8万多 可是我爸爸妈妈 他们每个的工资 大概就一千五十以上了 或者两千多 他们做这个工作 就一直都为了我 然后把钱都花在我身上 就8万块钱自立一下子 就全部用我身上 我自己心里 其实我对这个 其实应该是想减轻她 在了解到小颖的真实想法后 记者再次来到赵家 给赵志伯做思想工作 化解妇女间的矛盾 此时赵志伯正在地里干农活 虽然是早上 但她已经是满头大汗 这些年 她就是这样辛苦的重地 赚到微薄的收入 把女儿抚养成人的 我们可想而知失去女儿 会给赵志伯带来多大的打击 赵志伯把记者带到女儿的房间 房间里还放着女儿之前用过东西 她说女儿自从认了亲生父母 就没有再回来过了 独无私情 看到女儿的房间 赵志伯就很伤心 此时 女儿小颖也回来了 当着养父母的面 记者问小颖 当时和亲生父母相认 是怎么想的 小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你去相认你的父母这边挺伤心的 她的情绪也认得一样 她一样就懂了 你当时怎么想的 她说她边也老了 你以后长到了 就是说你不愿会什么 以后有什么遗憾也没回不了 什么样的吧 其实内心一点是看着下个女儿 都会有什么 就是想 其实养父赵志伯早就知道女儿和亲生父母相认的事情 只是当时小颖正处在高考的关键时期 他们不想让女儿分心 没有提这件事情 听到养父的这番话 小颖紧紧地抱着养父 赵志伯眼眶红了 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小颖知道赵家父母很爱自己 说要断绝关系也只是气话 现在误会终于都解释清楚了 一家人互相拥抱痛哭起来 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的孩子负责 既然要生下他们 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 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记住父母的养育之恩 长大之后一定要竭尽全力报答父母